你听说过月球棺材吗 这一承载着无数希望与荣耀的登月任务 在命名之初便似乎被命女所戏弄 仿佛一个无形的诅咒缠绕其中 俄罗斯47年后重新登月任务 从命名就遭遇了这样的诅咒 他最初命名为Lunar Glob 这个名字让研究所主任列夫泽赖尼很不爽 因为Glob和俄语Glob太相似 意思是棺材 所以他把这次任务重新命名为 Lunar 25 意思是延续前苏联的Lunar系列登月任务 但是月球棺材的根油已经埋下 仿佛任何人都无法打破他不祥的预兆 遥想当年 前苏联的太空计划也是相当强大的 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 就与美国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序幕 使苏联人首先把狗送上了太空 接着是第一个宇航员 第一个旅宇航员 第一个多人机组 然后是他们的火箭首先逃离地月系统 首先撞击月球 首先绕月运行 首先拍摄月球背面的照片 第一次太空行走 第一个国际空间站的发射 如此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当时 连美国人都觉得有点跟不上 直到1969年 终于实现第一次登月计划 美国人才所扳回一局 但此后两个超级大国似乎都失去了继续竞赛的兴趣 苏联宇航员也从未踏上过月球 取消计划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成本太高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觉得作为竞赛 第二个上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转眼到了世纪之交 世界各国对登月的兴趣又重新燃起 科学家们意识到 月球是载人火星任务的良好中转站 新发现的水冰非常适合补给飞船的燃料空气和水 并且更希望了解月球很多关乎于地球的未解之谜 此时的俄罗斯渴望继承前苏联强大的太空地位 1990年代中期 新的探月任务Lunaglog就获得了批准 但遭遇1998年进入危机后 经济上的无力支持随后和印度的合作也宣告失败 印度自行在2019年执行了月船2号的发射任务 最后着陆器失联 但轨道系运行良好 算是一个一半成功的结果 由于两国都对月球南极的水冰资源感兴趣 接着要发射的印度月船3号和俄罗斯的Lunag 25 直接就变成了竞争对手 这期间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 导致俄罗斯被西方制裁 恰断了包括芯片在内的大部分高端零部件渠道 刘南25的发射日期也从2021年以拖再拖到2023年 就在2023年7月14日印度发射了月船3号 它们的路线节省燃料 但时间效率低 到达月球将是一个多月后的8月23日 此时的俄罗斯也要实现人类首登月球南极计划 他们打算利用强大的联盟号2.18火箭超近道超过印度人 估计在8月21号比印度提前两天到达 8月11号 Luna25从东方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前期表现良好 也做好了在比较危险的月球南极主路的准备 意外发生在19日 Luna25突然失去了与地球的通讯 不能再进行远程引导 随后启动了自动程序执行计划 将其从绕越圆形轨道带入通往月表的新路径 此时因为欧美制裁 被迫安装了自己研发的 被通过测试的导航芯片 却出现了重大的事 使原定84秒的推进器 发射了127秒 接下来Luna25的下降速度越来越低 最后直直坠落月球表面 彻底变成了月球棺材 美国宇航局拍摄到了Luna25MCD照片 猛烈的撞击 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0米的陨石坑 举国之力近30年的太空任务 就这样毁于一旦 是天灾还是人祸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动荡的科技挑战中 Luna25号最终未能打破 那看似明明注定的厄运 它以一种悲壮的方式 装向了月球南极表面 化为了一座冰冷的月球陵墓 这场近30年精心筹备 举国之力投入的太空任务 以这样令人扼腕的方式结束 留给世界无尽的反思与哀叹